台南路边近期出现全台唯一鸡蛋贩卖机 再度突破自动贩卖机什么都能卖的极限 不过价格不便宜一颗二十五元 太贵了吧 我在好市多十颗比这个大的 才一百二十九而已 对啊 这也太扯了 我觉得很有趣 急需用单就不会去考虑价钱 但是它下来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疑问说会不会破掉 而民众最疑惑 贩卖机里的蛋 难道不会破吗 为避免碰撞鸡蛋的架上 采用一列一颗摆放 由机械升降机再送 因过程毫无震荡 送到取出口完好如初 只能用电子支付购买 吸引操作还相当热销 那我觉得这样的缺蛋其实是市场越乱 我们生意就越好 消费者讲说最近买不到鸡蛋 那我先来买一颗 至少我去吃泡面的时候还有的家 而政府为解决蛋荒引进进口鸡蛋 各大通路陆续上架 另外卖场自行进口澳洲冷藏蛋 加勒服贩售十二颗分别为 七十九元八十九元 大润发十二颗八十九元九十九元 爱美进口美国白颗蛋 十颗六十八元 超市部分全年进口蛋十颗六十八元 每人限购两盒照样卖到缺货 虽有进口蛋大量补足缺口 但看来部分地区想买到 还是得比手速 拼运气 华氏新闻战圈薛松前台报道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 我会联系好